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了解第三个阶段 大乘佛教时期 那么这个时期 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名称 大乘佛教 这是一种说法 也有很多人说是大乘佛教 那么这两种读音呢 应该是都是比较流行的 都可以 在不同的地区 这个读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背景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左右 佛教界呢 出现了这么一批僧人 有在家的 也有出家的 他们不满足于佛教当时这样一个 是不是啊 派别林立 大家都是纷纷的这个争论 然后呢 这个音寻守旧 蒙护僧严 有点像我们经常读武侠小说 你们讲的是吧 这样一个派别 蒙护之鉴 非常的深 所以他们就为了表达他们自己的一种新的思想 他们就继承之前人们的一些思想观念 在利用之前的这样一个一些佛教的一些材料 素材 融入他们自己的一些思想 尤其是大众部创造了一些新思想 整理出了若干部新的佛经 那么这些新的佛经 里面所传达的这样一种理念 和之前的佛教传达的理念 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他们为了和之前的佛教有所区分 他们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大成 而称之前的为小成 那么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我们来看一看 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时期 在中国 我们看中国的隋 唐 大概是在 我们的隋 大概是在公元七世纪 就618年 这样一个七世纪左右 那么唐呢 有一部分也在七世纪 那也就是说从我们的东汉 一直到唐初 就是大成佛教 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 其实非常巧 佛教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传入中国 然后在中国不断的发展 壮大 以至于走向最后走向新盛 所以这个名称 大成佛教这个名称 在中国非常流行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时间点很巧 所以我们中国主要接受的 就是大成佛教思想 这一套理论 在中国是尤为流行 那么所谓的大成 包含哪一些经典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看到这些佛经的名字 就觉得很熟悉 是吧 般若经 我说般若经是一套 很庞大的一部佛经 里面有很多细分的一些 比方说金刚经 人们金刚经的全称 金刚 般若波罗蜜经 再比方说 很流行的新经 也是什么 波罗蜜 新经 都是波尔经 这一类经 这一个经里面的 某一部分 再比方说 法华经 华严经 无量寿经 威莫经 等等等等 这都是在中国 非常流行的佛经 这都属于大成经 都是在这个时期 被这样一批 无名者 因为他们没有 属自己的名字 还是以这个 如是我闻这个格式 整理出来的 上一套佛经 那么大成佛经里面 所表现的思想 和小成 他们认为的小成 到底有什么区别 而其实从这个名称里面 已经可以表现出来了 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那么他们为什么叫自己 大成 称之前为小成呢 这个成 是承载的意思 指的就是一个承载的工具 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一个船 来做比喻 那么大成相当是一艘大船 而小成呢 相当于是一艘小船 就是独木舟 他们认为 之前的佛教思想 更强调的是 如何追求自我解脱的 这样一个境界 我如何达到灭尽执着 超越一切痛苦的 这么一个境界 也就是达到彼岸 所以此案彼岸是一个比喻 更强调的是这个 那就是我如何成佛 所以他们只是一条小船 也就是说 你只能把自己 是吧 从此岸渡到彼岸 所以是小船 而大成这一批学者 他们称自己为大成 是大船 大成佛教的这批学者们声称 他们这座大成不仅仅 要把自己从此岸渡到彼岸 他们还要带领更多的人 带领大众 大众们一起从此岸到达彼岸 所以他们是一条大船 所以称作是大成 其实这样一个理念 也就是后来非常流行的 叫普渡众生 这是大成佛教里面 最主要的一个口号 普渡众生 或者是最主要的一个理念 而他们认为之前 尤其是这样一个上座部 以及原始佛教时期的 这样一个思想 更强调的是自我的解脱 自我的成佛 所以称作是小成 应该说 这确实是大成和小成 主要的一个区别 当然大成思想和小成思想 还有很多的一个差异 而且总体来说 大成佛教主要继承的是 大众部 他们所创造的一些新思想 如果我们要比较一下 大成小成的一个区别 我们可以列出这么几个 比较主要的方面 我们来了解一下 比方第一 佛陀观 怎么样看佛陀 从大众部开始 佛已经就开始 从一位圣人 逐渐再变成一位神人 是神 那么大成佛教派别 继承了这样一个思想 他们已经把佛完全神化了 也就是说 小成或者原始佛教时期 是吧 上座部的以前 更多是把佛看成是历史人物 是一位圣人 而大成已经把佛完全看成是一位神 是如来佛祖 法力无边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 是把这样一个佛祖的形象 以及关于佛祖的很多的故事 应该说都与大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 追求的理想 前面我们刚提到了 小成更强调的是个人解脱 而大成呢 提出的是普渡众生 所以这是大传与小传的一个区别 而正因为这样一个追求的理想不一样 所以他们修持的方式也有所区别 小成更强调的是引顿 禁欲 而大成 他们提出来 如果你想普渡众生 你去引顿 怎么能够去普渡众生 那就是如果我们追求自己自我的一个解脱 我们可以躲在深山老林里面 是吧 自己去修行 求得自我解脱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问题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怎么样去普渡众生 因为你和众生不在一起 所以大成更强调的是 面对现实 融入社会 而不是引顿 而要面向这个现实 融入这个大众 这样一个绝对的禁欲 有时候也可以灵活的处理 所以在理论方法上 他们和之前的佛教也不太一样 小成更强调的是固守教义 或者说坚守原始佛教的教义 而大成 他们更有一种自由发挥的这么一个特点 而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 固守教义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 佛所在去世的时候 告诫他的弟子们 要依法而不依人 佛所说的这样一个方法和路径 就是佛所说的佛经里面 所包含的方法和路径 不可能包含了 达到这个终极竞技的 所有的方法和路径 如果我们把佛所说的 当时的唯一的标准答案的话 确实这是一个固步 自封 所以这样的固守 确实是存在一个问题的 其实这里面就包含着一种执着 佛去世以后 弟子们在追求成佛境界的过程中 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执着着 自己还不知道 当如是我闻 这样一个说法开始以后 这样一种执着的理念 其实就植入到了这样一个 他的弟子们的心中 所以后来确实这样一种现象 其实对追求佛教的中立境界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负面影响 障碍的 而大乘的这样一种自由发挥 反倒是比较契合佛的这样一个精神 所以大乘佛教的发展 可以说是对之前这样一个门派之分 教义固守的一种批判性的发展 在大乘佛教时期 佛教史上还有所谓的第四次阶级 那么这次阶级发生在佛灭后五百年左右 是在印度的一个王朝叫贵双王朝 这个加逆色嘉王时期进行的 是由邪尊者来主持 有五百位高僧 五百罗汉来举行的 那么这次阶级呢 不同的这个佛教派别 对他的这个记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次也主要是在南传佛教里面 有记载 那么北传呢 并不认可 这次阶级在佛教史上 之所以比较有名 因为按照传说 这次阶级整理出来的佛经 就是包括经 律 论 整个佛经有了一个完整的文字版 因为这些佛经被刻在了一个赤铜叶上 就是这个铜片 刻在铜片上 然后被封在十寒之中 建高塔 把他们收藏了起来 所以这次阶级之后 佛教拥有了完整的文字版的佛经 好 这就是大成佛教时期 大致的意思